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风甜蜜又搞笑 第三段预告片就非常的狗血 第三段预告片放出之后 又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光是网友们激动 就连很多官方媒体都出来吃瓜 其中就有向来一直挺肖战 杨子的央视 官媒均为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电视剧宣传助力 要想得到官博的关注 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演员本身需要非常优秀 其二是剧情能迎合大家的口味 而之前余生 请多指教 一直都是一部上新剧 好像现在额场开始妥协 在别的平台上播出这部剧 其实 这部剧已经积压了很久了 额场作为这部剧的投资方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投资出来的电视剧 一直都不能上新 所以也非常的着急 如果只能在平台上播放 不能上新 对投资方来说 确实有些遗憾 对制片方来说 也是非常的伤心 可对于演员来说 尤其是喜欢他们的粉丝来说 不管此剧在哪个地方播出 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去支持 想必余生 请多指教 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预告播出之后 连央视都刻上了 不知道大家刻没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